早安 但是今天真的是我本人月經萊潮的第一天 那我自己的話真的會有一些飲食跟訓練上面的調整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要非常真實的分享給大家 我一整天的一個行程 OK 準備好了嗎 GO 那我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在睡眠的時候會流失大量的水分 所以其實起床的時候人體是處於一個生理性缺水的一個狀態 我會建議你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水 大概是抓300到400cc 半杯的常溫水 然後再加一半的熱水 早晨的第一杯水總是特別的好喝 感覺我的細胞都活過來了 開始今天的拍攝 好 那我現在化身小廚神妹的模式 我現在要教大家做一款 我在月經來的時候很常吃的 一個很溫暖 有不含能量跟蛋白質的早餐 倒在碗中 大概傍晚的量就好 推進去 微波三到四分鐘 大概裝個三匙吧 如果你的湯匙更大就是一到兩匙 好 超軟的燕麥 放進去 加一小時就好 不能太誇張喔 加一小時 三分鐘完成 超好吃的 黑芝麻熱豆漿燕麥 滿心粥 多人問我說 這個美味的半熟水煮蛋 怎麼做最好吃 那我會說這個蛋呢 我會先從冷水的時候就下鍋 那等它的水開始滾了之後呢 大概再等個七分鐘 對 七分鐘是最好的時間 那如果你想要吃偏軟的 就是六分鐘 那如果是偏硬的話 就是八分鐘 OK 香我們的半熟蛋 很溫暖好吃 其實女生在月經來的時候呢 真的是體力比較虛弱 然後需要多補充能量的時候 那我的飲食呢 我會盡量就是多吃 有優質的碳水脂肪的一個搭配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一個早餐 就是我覺得很合格 很perfect 妹妳是不是有時候會斷食啊 那月經來的時候可以斷食嗎 對 那其實我滿常就是 早晨的時候會有空腹 只喝黑咖啡的一個習慣 但是呢因為月經來的時候 真的會是我體力比較虛弱的時候 所以通常我月經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吃比較低卡 可能大概也是抓個 300大卡熱量的一份早餐 我會說就是 就是妳要斷食也是可以 但是我不建議就是 太激烈的斷食 尤其是妳本身就因為斷食 而已經影響到月經週期的女生 那如果說就是 妳還是想要 稍微的遵守這個 斷食的一些原則 那我會說妳可以 延後妳進食的時間 例如說妳原本是 八點吃早餐 那妳可以延後到十 十一點再吃 或者妳就是吃 小份量的早餐就好 這是我給妳的建議 所以 月經來的時候是可以運動的嗎 當然可以啊 運動可以幫助我們促進血液循環 精血排出 那適當的運動的話 還可以幫助我們 緩解筋痛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女生在月經 剛爆到的第一天啊第二天啊 都會感覺體力比較虛弱 然後需要休息啊 甚至感覺 比較懶洋洋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真的要運動的話呢 就是妳的運動的時間 可以縮短一點 例如說 妳平常就是 運動了一個小時以上好了 那這個時候 妳就大概做個 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的 足力訓練 那在強度上面的調整 我也會建議 就是妳稍微把 原本的高強度 然後變成 稍微低強度一點點 妳可以拿稍微 輕一點重量 或者是去避免那種 導力或者是仰臥 跟可能 就是會給妳的身體太多壓力 消耗很多 能量的高負荷的一個動作 然後讓自己 稍微增加一點 足間休息的時間 做一些比較低強度的 足力訓練就好了 到了MC來潮的中期的時候 如果你感覺到 妳的體力已經恢復了 妳就可以正常運動了 那如果你覺得 身體還是稍微有一點不舒服 缺乏體力的話 那妳就可以做一點 減量訓練 那大概也是抓個 中度負荷的訓練 跟比較低強度的游氧運動 是比較建議的 那到了第五天第六天的時候 其實呢 妳就差不多 一定可以恢復 原本的一個訓練長度囉 來說在MC來潮的時候 運動 除了要擔心的是 運動妳給身體的負荷 會不會太大這個問題 第二個我會擔心的 就是在運動過程中 如果有一些仰臥啊 或者是 負荷量比較大的 訓練的時候 會不會導致 精協外露的這個擔憂 所以我自己呢 在使用衛生棉的產品上面呢 我一定會挑選就是 包覆力十足 然後讓我運動起來 很舒適的產品 來自我們日本 雷妮雅零觸感特薄衛生棉 在這邊秀出來 是不是有點小尷尬 但是我要跟你們說 就是真的 一定要有人去公開講這個話題 因為衛生棉就是 就是每個女生每個月都需要的一個日用品啊 這個雷妮雅的衛生棉有什麼厲害的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看出來 它每一包都特別的薄 就是不管是日用還是夜用 它就是特別的薄 它主打的就是瞬間大量吸收 兩倍吸收的這個特點 那我自己使用的這個體驗 真的就是吸力超好 真的就是 那因為就是 你們知道衛生棉有分很多種 比如說亮小型的啊 或者是亮多日用啊 或者是夜用型啊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 這都是不同類型的衛生棉 那我會把 月經分成我們的 初期、中期跟後期 那初期也就是 所謂我們量最多的第一天 第二天 那這兩天呢 我覺得是女生最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所以呢這個時候 我會用 LINEA的量多日用加長 那它是25公分 所以白天的時候就是 這個時候女生會 感覺欸 量比較多 所以就是要用日用版的 加長型 OK 那睡覺的時候呢 因為第一天第二天就是一個 狂流血的狀態 所以我會用這個 40cm的夜用 特別厲害的就是 即便它是夜用 它也是蠻薄的 真的 你可以看它的側面 就也是蠻薄的 所以呢 它的吸力也是非常的足夠 那我不喜歡睡覺的時候 感覺到 後面有一包啊 或者是 包覆感不夠這樣子 那我覺得 用這個LINEA的衛生棉 完全不會有這個擔憂 所以就是以此類推呢 到了第三天 第四天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開始 用 量 多日用 22.5 或者是如果我覺得 量已經開始變少的話 我就是用一般量日用 是 20.5公分 夜用的那個階段呢 我就是會用 可能35公分 或者是 30公分 到了後期 可能到了 第四天啊 第五天啊 已經就是很明顯的感覺到 偏少的話 我是用這個 一般量日用 是20.5 它是黃色的 薄薄的 幾乎是像護墊一樣耶 可是它的那個吸收度 超好 那其實到第四天 第五天可能 夜間的那個使用 就已經不需要 再用夜用的 就還是會用 一般量日用的這個衛生棉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這階段的身體比較虛弱 所以呢 會建議你 多增加鐵質 就是補充女生在這個時候 大量流失的鐵質 還有蛋白質的攝取量 舉例來說像是大豆類啊 魚肉啊 牛肉啊 各種蔬菜 優質的脂肪 碳水化合物 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所以呢 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會為大家介紹兩道料理 那一道是我們的青魚 彩椒花椰菜 魚脈寶 非常健康又好吃 那晚餐的話 我會示範一道是 牛肉 受洗燒的蛋丼飯 那可能有不少女生會想說 在這段時間是不是大吃特吃都不會胖的 那我會說 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迷思 因為呢我們正常人都有一定的基礎代謝率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月經來 這個基礎代謝率就跟著提高 你可以吃一些就是比較療癒啊 比較高營養價值的食物 但是還是要稍微控制那個份量 四大禁忌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就是 既吃比較深冷或者是偏寒性的食物 像是一些涼拌菜啊冷餅啊 或者一些本身就是屬性是偏寒的一些水果 那第二個就是盡量要避免太過於刺激性的飲食 包含各種辛辣會讓你燥熱的一些食物 各種辛香料 例如大蒜啊 然後一些辣椒啊 喝酒啊 什麼的可能都要避免 咖啡呢 咖啡喔 其實咖啡也算是刺激性的一個食物 那照理來說 咖啡也是要稍微避免 不要喝太多 可是我個人就是一個咖啡成員 所以我還是會喝咖啡 沒有辦法解決 再來下一個原則就是 因為這段時間你的臉部啊身體 可能都會有輕微的水腫 即使我那個沒有來 我可能都會有一點水腫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在這個時候 看起來太過水腫 那你就是要避免吃太重型的食物 鹽巴或者是草味的這樣 可能都是要稍微斟酌的加 四個 我覺得很多女生都會忘記 但是我剛剛在第一點我就有提到 就是真的要多喝水 尤其是多喝溫開水 來補充我們體內的水分 那大概提供這四個原則給大家參考囉 那我們準備進入料理的part go 那介紹一下我今天午餐吃什麼 那今天的主食呢是清魚 我的量不多 大概就是半的清魚 因為清魚的熱量比較高 雖然它是很健康的這個蛋白質 跟不含我們的DHA啊 有優質的脂肪 但是因為它的量比較高 所以我大概吃一半的份量 剛剛煮的梨麥飯 那梨麥我是跟白米一起煮 然後它的蛋白質含量也很高 也有滿滿的膳食纖維 配菜的部分呢 我有南瓜是優質的碳水 還有海椒 然後我比較喜歡烘烤久一點點 然後它就會有一點外皮有點嚼嚼 就特別好吃 然後花椰菜我今天是白花椰跟綠花椰 進行一個水煮 然後拌一匙我的猴頭菇拌醬 所以就完成了一個很均衡又很美味的一餐 乾杯 那我會說啊 如果吃這些食物可以療癒你的身心 可以幫助你緩解筋痛的話 Go for it 就是你想吃的話 你就去吃吧 我自己也會喜歡喝一些可可類的一些東西 像是沖泡一杯熱可可啊 然後裡面有加一些牛奶啊 豆漿 就會覺得啊好溫暖 好幸福啊 有一點味醉餓的點心 像是這個杏仁巧克力 配巧克力片或者是比較低醣的巧克力片 我也蠻建議你去補充一些不含美啊 或者是一些維生素B的食物 那像是香蕉就是一個很棒的例子 耶 那現在很開心的來到我們小廚神妹的晚餐料理時間 你會需要的有醬油、米酒跟味淋 它的比例的口訣是3比2比1 就是醬油是最多的 自調瘦喜燒醬料很簡單吧 平底鍋倒少許油 以中小火先偏香薑片 接著下洋蔥、白蔥段 拌炒一下至洋蔥成金黃色之後下肉片 炒至大約6-7分後 像我們的菇類與白蔥、黑木耳 持續的拌炒 下壽喜燒醬汁 中小火慢慢的燉煮個3-5分鐘 最後下綠蔥拌一拌 準備好蛋液 以順時中或立時中慢慢的下蛋液 蓋上我們的鍋蓋 大概等個2分鐘就可以乘起啦 哇~~ 我的豪華牛肉醬熟燒 串飯完成 270的價值 很好吃耶 小廚神是我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過我一開始錯誤減肥的一個經歷 那那個時候當然我的目標是追求那種很纖細超瘦的那種身材 所以將近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是一個不斷跑步做有氧的瘋狂結石的日子 那個時候我在短時間之內快速的掉持重跟體脂 可是我的內心非常的不快樂 然後甚至遺失了將近半眼以上的月經 那接觸重訓之後我就發現哇營養真的很重要 我就開始很注重高比例的蛋白質 吃好的油脂啊 然後澱粉的話我就不會刻意的避免 只是我會避免的是那種比較精緻加工型的那種澱粉 這樣子持續有可能兩三個月之後 我發現我整個身心裡的狀況都變得非常好 不僅是體態上變得更強壯有線條 然後在內心上面比較愉快 然後我發現我的月經終於就是每個月會準時報到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欣賞 就是Bescent真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不要因為所謂那種很完美的身材而犧牲掉自己的健康 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不值得 第一個就是追求真的是很均衡 很高蛋白質然後優質脂肪的一個能夠持續的長久下去的一個飲食方式 再來第二個點我覺得很多人會忽略的就是 會覺得所謂要很纖細才叫做好看 那我覺得女生有一點脂肪才是一個很正常很健康的狀態好嗎 三個就是我覺得選對 讓我覺得很安心舒適的產品很重要 所以呢在那個來的時候呢 我都會選用這個雷尼亞的零觸感特薄衛生棉 讓我覺得很舒適很安心的一個產品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呢大概就是到這樣 講謝謝你看完它 那我們上次再見囉 掰掰 你在幹嘛 休息 略經來不舒服